郭文貴議員 主席各位同仁 今天民主進步黨提出對葛魁的不信任案 最主要是基於 對於陳聰陳院長 就任八個月以來 不管他的用人 還有他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們認為陳聰陳院長不信任 所以要求 撤換陳聰陳院長 解救台灣的經濟 今天我們邀請陳聰陳院長 來練習 陳聰院長就坐在這個位置 我們真的希望說 從二月以來到今天 陳聰陳院長 能夠聽聽人民的聲音 能夠聽聽在野黨的意見 而不是 以馬役為依歸 而不是馬手是瞻 所以今天邀請陳聰陳院長坐在這裡 我們希望 陳聰陳院長 能夠把人民的聲音 人民的痛苦 能夠聽進去 能夠了解人民真正的意見 陳聰陳院長 從二月到現在 該升的 往上升的經濟數字 全部往下降 包括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連續八休 從原來 在預估的4.58 下修到現在的1.66 陳聰陳院長上任 就下修了5次 出口年增率 從陳聰陳院長上任之後 連續六個月 負成長 甚至在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 負0.18 是所有亞洲十二個國家裡面 唯一負成長的一個國家 成績見底 二月以來 台股指數 量縮下跌 從二月的 8,121點 到 7,270點 量 從原來的1千 平均每天的成交量 1,200多億 下降 萎縮到 800多億 景氣對策訊號 從今年的7月 景氣 今年的7月 景氣低迷的藍燈 剛剛吳醫生委員也特別提到 陳聰陳院長就任 8個月以來 所有的景氣對策訊號 不管是領先指標 同期指標或落後指標 全部都是一片藍燈 該下降的經濟數據 全部 上升 包括失業率 到 7月 已經高達 4.31 從2009年最高的 5.85 到4.31 該 改善 人民的生活 該解決人民的痛苦 包括 物價 CPI 消費者物價信心指數 也高達 百分之 3.42 所以你從在在的 不管是薪水的縮小 失業率的提高 物價的上漲等等 都證明說 陳聰陳院長 在這8個月以來 已經是一個不適任的行政院長 內閣的表現更是荒腔走板 包括 英喜民 金建會主委 提到所謂的 光風激烈 不期暗示 國營是一類腐化 難道經濟部長不用負起責任嗎 調整基本工資 明明四方協議已經談好的事情 到行政院 管中敏政務委員把他全盤推翻掉 難道陳聰院長不用負起責任嗎 難道陳聰院長 你沒有聽到人民的聲音嗎 還是你認為人民都沒有意見 我們認為 這個內閣 是到了應該要全面換血的時候 不管從整個民調的數字來看 認為財經所長應該策換的高達72% 認為內閣應該全面改組的高達60% 這個就是最新的民意 今天全院委員會 按照憲法跟憲法徵修條文的規定 陳聰院長本來就是應該要坐在這個位置 接受立法院的質詢 行政院長 是對民意負責 是對立法院負責 不是聽馬總總個人的一個意見 以馬首四瞻 行政院長這個位置 從二月到現在 已經空了八個月 因為這八個月 我們沒有看到行政院長 在解決人民的痛苦 在改善台灣的經濟 我們看到說 油電雙掌 馬總統說了算 美牛進口 馬總統說了算 所有的重大人士 馬總統說了算 陳中院長把行政院長這個位置已經空很久了 所以我們要求內閣全面改組 補足行政院長的位置 讓